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局的歌曲 就是他比较有一个童话的感觉在里面 然后就想到有一个小朋友会比较好 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就跳芭蕾舞 然后我就是一个老师 其实我已经想放弃 但是我看到他 我很有这个信心 就再次从头站起来 就是他鼓励了我 然后这个故事还有这首歌 都比较是个镜面的一首歌来的 之所以找外甥女一起来合作 也是因为他有不错的舞蹈功底 因为他有选这个巴黎舞 然后呢就交了我一个好朋友 西嘎 然后他就帮我们排了一个舞蹈 然后呢就哇 这个舞蹈就很简单的来了 又很漂亮喔 然后呢就很好跳 刚才他的表现都还好 我也很安慰的 我去带他去冰淇淋吃 吃冰淇淋啊 吃糖啊 还有买一个公仔给他 因为他今天的表现好 所以我就会奖励他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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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